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也是一样的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字库当中下来 然后就是读取数据 在读取数据我们看一下总共的数据是1586条数据9个栏目 那我们在看这个数据里面会看到它有些MA空白的 空白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先挑出来 为什么要先挑出来呢 因为如果我们去做分析的话 有些空白的数据的话 它是会影响我们的统计分析结果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这是分不完整的数据 如果你要把它变完整 那你去补充数据 但是我们会看到 比如说它的一个融资规模 这些数据我们是没有办法说你通过去球鱼的平均把它补充完善的 那这样是离实际情况可能会相差18000里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空白格的数据就把它剔除出来 剔除出来了之后 我们查验一下剔除了没有 剔除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总共剩下数据是788条数据9个colom 那我们把MA的部分就把它felt掉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要把年和月把它分出来 分出来了之后 我们来把这个数据做一个summer summer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比如说看年这里 2020年有331条 2022年是444 2021是13 2021年的数据是比较的少的 那可能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主要以2020和2022年为主就OK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调整我们的一个图形的一个尺寸 先把它调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按各个国家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财员人数 各个国家的平均的财员人数按年 我们主要就是看2022年 2022年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的财员都是发 大部分的财员都是发生在土耳其印尼和新加坡 这三个国家的财员人数是比较的多的 那接下来看了国家看了时间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行业 行业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总共的数据是有包含到27个行业数据 然后32个国家 那通过看这个行业数据 我们可以看第一个 这本行业数据我们可以看 按照有些国家 它的那个行业数据是包括比较多占性的 而另一些国家 比如芬蘭 它就包括了一个行业 一个零售业 所以这种能看 从数据的多人性来看 美国加拿大 巴西澳洲 印度 以色列 德国 它的行业数据的行业跨度是比较多的 它的多人性也多一点 其余国家的行业数据就会显得有些单调一点 因为有些国家它就只包了一个行业数据 要不就两两三个都不是很多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行业的经济最不景气 其实我们前面有看到说 这几个国家 比如说土耳其 印尼和新加坡 它的那个财员人数是比较的多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行业都是哪些行业在财的 美国呢 最主要是 美国最主要就是航空和旅游业 印尼是交通印象业 新加坡是虚拟货币金融业和零售服务业 这些行业呢 它的财员人数是比较的多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有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下 按不同的年份以及不同的行业 它的一个平均的财员率是多少呢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 比如说我设了一个NNN 我设定为2020年 那我们在改变 只要我们在改变年份的时候呢 这里显示的数据就会按年来显示 这里我是举了个例子 是2020年的一个各行业的平均财员率 在这里是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行业 以及它的一个财员率的一个显示 这个呢就是统计的部分 同时呢也是可以供他人查询的部分 那这样我们看一下总共呢 有多少个国家呢 总共有700个国家的样子 做了一个table 这是国家 当然你可以去 如果你对哪个 sorry 不是国家是700个公司 那如果说你对某个公司感兴趣 那就去把那个公司单独挑奥出来 这只是把这些公司把它列举出来 有700家公司 那因为这700家公司 如果你显示在同一张表里面 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太多了 那我们就做一个 做一个图形的设计 我们说每次展示有9个公司吧 那比如说我把X设计为10到18 大概就是9个公司的样子 因为我要看就是每个公司 它的一个融资规模和融资阶段 那在这里呢 它每次就会显示9个 当然你也可以显示10个 12个或20个都可以 只是说你显示的公司越多的话呢 整个图像会越小 所以呢9个是比较适合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融资阶段 和融资规模 融资规模是以百万美金来计算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融资规模 最大的是Net 也就是说脸书 Facebook的一个融资是最多的 看了融资规模 融资阶段和融资规模之后呢 我们想再看一下公司的一个财源规模 各个公司的一个财源规模 2012年的财源规模 那我们在设计这张表格的时候呢 公司是有700家公司 那我们可以是每次把它设置为展示50家公司 那在这里我们就标1到50 你也可以标1到100都OK的 但是说只是说如果你标的数据太多的话 这张表里面可能显得太拥挤 那我们就看一个1到50的各个公司的财源规模吧 顺便排了下去 排序在最前面的是Net Amazon和Twitter 前面这三家公司它财源是财的比一角的多的 当然它整个公司规模体量也是还算比较大的 在科技公司里面来说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看到这根数据的时候 就是我们如果去看这些公司的财源数据的时候 当拿到数据之后 我们要关关卡数据 关卡数据完了之后 重点的部分是清洗数据 清洗完了之后就是个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完了之后就是一个展示数据 在展示数据的时候 要注意去设计那些数据的一个排列表达 以及方便他人查询 好 这就是电视频讲 对方便做的 对方便做的